今天早上八点多 在沈阳市大东区望花丽娇桥驾道口附近 一辆公交车和一辆越野车发生了碰撞 据了解当时越野车是右转上桥 公交车则是执行 但是交警却判定公交车要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是为什么咱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这起事故发生在望花丽娇桥一个上扎道口附近 越野车的车头先是撞到了公交车 右后侧车身 之后又撞上了右侧桥梯 车的前杠撞掉 车灯破碎 翼子板变形 据了解当时越野车又转上桥 公交车则是北向南直行 因为交通早高峰 车辆较多 公交车压着右侧匝道的导流带行事 正好越野车从匝道上来 两车蹭了一下 将越野车带到了侧面防撞墙上 交警现场认定公交车压倒流带病道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为了防止后面堵车 交警指挥两车拆除现场 到桥下做进一步处理 提醒大伙 在交通早晚高峰时段开车 咱们一定要守规矩 千万不能着急